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到目前为止已经让1151位到院前OCA的患者 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恢复健康 9月11号又有一位爱心人士张玉凤女士 捐赠消防局一辆价值360万元的高阶救护车 让台北市长蒋万安感激的说 台北有您真好 虽然罹患疾病正在治疗中 张玉凤能开心的出席救护车捐赠仪式 因为在子女及友人的协助下 可以顺利完成她想要帮助更多人的心愿 今天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的希望 能够维护更多需要的人 能够把她做得会越来越好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代表台北市政府感谢张玉凤的爱心 蒋万表示台北市政府从民国88年6月起 就持续凤凰专责计划 到目前为止总共救助了1000多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 让他们在黄金时间内及时抵达医院抢救而康复 就是有像张女士这样的爱心人士支持捐赠救护车等设备 救护人员才能确保大家的生命 蒋万也特别向张女士感恩的说台北游您真好 我也知道玉凤女士也是过去在联合报服务 那现在女儿女婿也是公务员 一直对社会有极大的付出和贡献 台北市政府我们其实在民国88年6月份开始 就有一个凤凰专责计划 那一直到目前为止总共救助了1511位欧卡患者 然后后来到院前心肺停止 但是透过我们极客黄金时段送到医院抢救康复 所以这每一条市民朋友的生命都非常宝贵 也都是有赖我们玉凤女士等各位善心人士 捐赠我们消防队相关的设备 救护车等才能够确保大家的生命 我想这份爱心永远生寄在我们的心里 蒋万除了感谢消防局负责救护人员的努力 维护所有市民的安全 也希望同仁们在每一次出勤时 都能不忘张女士的爱心 善用这些救护设施 挽救更多生命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2023台湾文博会迈入第12年 今年重返台北 从旧空总出发 延伸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等五大文化场域 展开五大主展区 五个副展馆十大亮点 创下文博会史上首度跨出单一线市 展馆最多范围最大的新记录 2023台湾文博会即将于9月22日开幕 其中主展场以打开空总为设定 结合AI科技艺术 让民众参与空总重生的过程 更首次以古籍修复中的工地音架 巨大双马戏棚 以及科技装置 带入表演艺术会演 打造国家级的文博会 透过博览会最重要的目标 来整备整理北台湾最重要的空总 以及铁道博物馆 我们想把这两个场域打开 打开之后 其实让创作者进来 以野生台湾文化物种大发现的这个主题 让很多创作的特有种 以及他们所独特代表台湾文化魅力的作品 可以在这几个园区给开展开来 我们其实特别打开了更宽广的光谱 例如是说我们有很艺术性很有创作性的 世界跟表演艺术一起进来 也有很多IP应用面向 比较属于传统文创产业这个进来 所以我们其实在思考说 在打开这个空总这个场域 可以让更多创作者 回归到他们创作的初衷 回归到找到创作的能量 以及找到文创产业的应用 我们把光谱打开 让所有的创作者可以找到 最有创造力的部分 也可以找到跟市场对话的部分 所以这大概是这一次 筹备有这么丰富多元内容的一个方向 空总的部分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大家来 走进来 走进来可以看到在空总的 从进南路右手边就有一个 工艺跟竹篷的跨界的一个作品 而一走进来 可以看到福卡的马戏棚 而且是两顶马戏棚 承载了台湾非常多元的创作者 在里面做表演 而且这些最重要是 他们都是第一次实验在马戏空间 如果这样子实验性质 可以带到全台湾各地方去表示 这将是一个台湾的移动的表演厅 那在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整个工地的音架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怎么会是工地音架 其实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场地的优势 用文化科技的创造力 把这个场地的音架的劣势 变成是一个最好的优势的创作的作品 所以让大家不会觉得走进来是工地 而且反而是有一个古迹维修中的工地的作品 反而会变成是最大的亮点 那我想这一部分我要特别谢谢许多设计师 跟创作者他们的脑袋 跟他们的创造力 可以把工地的作品 变成是一个最大的代表作品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空总最值得参观的 那除了这些比较表现性强的 其实还有艺术银行 然后也有洞2.0 那还有主题馆 那还有打开空总 我觉得空总值得来两次三次 都还是非常的有趣 今年文博会从旧空总出发 延伸至国家铁道博物馆 松山文创园区 华山文创园区 以及花博珍宴馆等五大文化场域 其中整建中的铁道博物馆 以暖伸展的方式呈现部分场域 唤起民众共同的铁道记忆 在这次的文博会里面 我们开放的范围 大概就这样地图的所限 大约我们开放了 275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首先这个大概是讲铁道文化 相关的一部分 铁道民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会在场内提供 在台北市区难得一见的 铁路的乘车的体验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是做我们一天会开 大概22班车左右 其他我们会跟铁道有关的 包含铁道的电影 铁道车辆的实地的展览 以及我们会在文博会 从前贩售文博会特定的铁路便当 另外我们跟着文化之间的一个融合 我们跟着电影 跟着一个劳动的精神 跟着我们原来铁道博物馆 长长式 附长长式 会议式的实体的一个样貌 我们恢复一个建立场 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铁国来参观 那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 铁道文化资产的魅力 而且我们透过文化的展演的方式 用种创新的手法 来呈现铁道博物馆的一种有趣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 活的铁道博物馆的概念的古籍场域里面 我们欢迎大家进来 来漫游属于台湾专属的铁道文化 那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在首都台北 基本上有个文化走线的思考 文化走线东西向保重 过去大家期待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可以拿开 给大家看个帖国 到这二三十年来方中发展的 因为城市的转型而产生的花山跟松烟 那也看到了过去 文化整个IP授权都举办的花火 那一起一个过去 曾经在这边都多多少少有很多活动 可是都还能让大家真的感觉 是不是有真的是要启动大台的空中 所以我称这一次希望说 能够把这五个场景串联起来 一方面我们会希望说像帖国 能够给大家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认知 一个开向 我们这么多年来帖国 到底就到什么样的例子 我们这么大坏的这个 活力能及 到底在这个首都城市当中 最后帖到文化 能力来讲可以给大家使用 所以我还讲可以帖国 蛮大的压力 我希望这次一定要有初步的开向 除了台北主展区 文博会还串联台湾博物馆 台湾历史博物馆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以及热兰泽博物馆等 作为副展馆 让各地同时分享文博的魅力 2023台湾文博会将于9月22日开幕 展出至10月1日为期10天 五大主展区五个副展馆 十大亮点 邀请大家一起打开探索的眼睛 看见台湾文化新五种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延续台日情谊国庆筹备委员会宣布 今年国庆日将邀请1962年成立 由翡翠骑士称号的日本东京农业大学 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 和刚拿下美国世界行径管乐大赛亚军的 剑中乐旗联队在国庆日一起演出 这是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演出情况 在去年日本京都局高校管乐队来台参与 国庆日表演掀起一波热潮后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年特别邀请成立61年 由翡翠骑士称号 曾获得2022年日本行径吹奏乐 全国大会金赏的龙大二高吹奏乐部参加国庆盛会 开场则由刚拿下美国世界行径管乐大赛亚军 及最佳旗队的台北建国中学乐旗联队单纲 展现台日情谊及青春魅力 那东京农大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呢 它有着翡翠骑士的称号 在日本各地参与吹奏乐的大赛 报回多项大奖 也在去年呢参加了行径乐 这个吹奏乐的全国大会 与菊金珠高校吹奏乐部共同荣获金赏的这个殊荣 所以呢相信他们在今年的国庆大会 一定也有更精彩的演出 我们都知道建宗的乐旗队有40年的历史了 也是台湾第一支成立的美式室外行径乐队 不仅常在国内音乐比赛屡获夹击 他们在今年的7月 前往美国西维吉尼亚州 参加比赛 以家之所在心之所向当作主题 然后也夺下了两个冠军 两个亚军的夹击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建宗 在国庆盛会来演出 除了公布部分表演团体 今年国庆主视觉也首次曝光 将以国旗三原色红蓝白为主 透过平面构成立体的视觉效果 与弯曲柔软的线条代表国人温柔而坚韧的态度 也带出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精神 今年112年中华民国国庆日的主题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 那它的识别设计是藉由平面构成的立体视觉的面向 然后弯曲柔软的线段 来代表台湾人民温柔而坚韧的态度 然后相互交叠延伸 带出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精神 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个logo上面 看得出来它蕴含着国旗的颜色 还有国旗飘扬的感觉 请筹回秘书长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也证实 国庆日当天还有包括陆航直升机调挂 与去年一样大的巨幅国旗飞越总统府 还有空军雷虎特级小组冲场等空中表演节目 邀请大家国庆日一起来欢喜祝贺国家的生日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台北市议长戴席清跟台北市政府结合企业资源 让有听力辅具需求的民众可以免费获得帮助 将有2000台口袋型助听器 发放给经过听力检测属于听力受损者 减少听损带来的不方便 经过听力检测属于听力受损者 可以到指定门市领用助听器 这项公益活动由台北市政府 市议长戴席清与民间合作 有2000台口袋型助听器工 听顺者免费零去 不过我今天长期照顾产业的 协会的好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和外安太太的故乡是在宜安 所以今天来自我们 郊西夫人社的好朋友们 在我们之前社长的领导之下 能够集结我们民间的力量 捐赠我们2000个这样的一个助听器 坦白讲对于我们长期需要助听的长者来讲 跟弱势族群来讲真的是一大福音 大家也知道我们听障的长者 占了相当的比例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慈善捐赠的活动 不管是我们原住民55岁以上 或是我们一般民众有15岁以上 还有包括中低收入户 还有一般需要 只要你符合我们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听力检测 符合资格需要的 都可以有机会获得这样的一个免费捐赠的助听器 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太太是宜安人 刚好跟吴社长一样 他以前也住过郊西 打K 那家人里面就有听力障碍 就需要加装助听器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跟我太太认识 然后他们就特别到台北来 需要换助听器 然后当他们去一家一家看 当时我就知道 原来助听器的价格会超过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 所以真的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包括 教习福人社 荒长建设 齐田开发等 这些有爱情的团体 捐赠了两千个助听器 而且也谢谢 我们天来列车 天建 天建的 原建的天来列车 能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特别使用 我们全国唯一 符合医疗规范的 国产品牌 耳宝 来协助大家 到预约的地点 进行专业的检查之后 只要符合需求 就可以领取助听器 完全免费 所以快速服务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希望 能够让真正有需求的民众 即刻得到实质的帮助 也希望 把这样的爱丁 正向的力量 扩散出去 透过台北开始 扩及全国 甚至到全世界 如同我们吴社长讲 希望 能够协助到全世界 每个角落 需要出听器的朋友 让大家都能够 享受 能够享受世界 最后我要再次谢谢 戴希腿议长 一直以来 对于弱势的照顾 透过本身的影响力 结合民间的力量 结合各个团体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 我会请我们社会局 来盘点 及跟我们 这一次捐赠的单位 紧密的配合 那也谢谢 这个我们原民会 我们也希望 有需求的原住民朋友 也能够 及时的得到援助 台北市伸张者 约有11万7千679人 其中听障者 占一万三千人 台北市社会局 一年投入超过1.9亿元 补助台北市民 购买租林辅具 这次公益捐赠 又将扩大 助听器发放对象 嘉惠听障者 我们跟国际的 这一个团队 慈善团队 叫做天籁列车 我们在全球呢 发起了一个 助听器捐赠活动 主要是针对于 弱势族群 他们没有办法 负担 昂贵助听器的时候 能够获得我们 慈善助听器的一个捐赠 那从2011年至今呢 我们一共在全球 捐赠超过100万台助听器 那台湾的天类列车 是由我们 原建独家来举办 这样的一个活动 目的也是一样 希望能够帮助 弱势族群呢 能够获得 助听器的一个帮助 大家都知道 听力障碍 经常好发于这个年长者 那年长者由于长期缺乏听到声音的一个情况下 他会产生很多的估计感 甚至于很多研究调查 也发现 这个听障 导致了这个长者的忧郁 失智 以及各种 家庭的问题 所以听力障碍呢 在WHO的定义下面呢 并不是老化 听力障碍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就跟我们患得高血压一样 它是需要被及时的治疗 但是很可惜的 在这个部分呢 社会大众对于这个听力障碍的理解 通常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比如说 哎呀没听到也不错 好像没听到也是很正常 也听到不会觉得太多的干扰 其实这对身体 这种生活上的这种健康 心理的健康 身体的健康 都会产生巨大的一个危害 那我来自于一个 有听力障碍遗传的家族 所以我们家在年轻的时候 可能都必须要佩戴 这个助金器 所以我们对于听力障碍者呢 我们常常可以感同身受 所以更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力量 来帮助听力障碍者 早日恢复到有生的世界 所以呢 参加天代列车活动呢 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那身为一个福伦社友呢 服务社会是我们的 应尽的一个职责 所以我非常荣幸呢 今天能借由我们市府的帮忙 借由议长的帮忙 借由社会贤答的帮忙 让天代列车的活动 能够在台北市 能够发起 能够推动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是 借由这样的一个 抛砖引玉的活动 焕起大家对听力健康的一个重视 北市府努力建构完整扎实的 身心障碍者服务 逐步推动资源部件 也积极结合民间力量 扩大资源效益 这次助听器捐赠对象 只要是涉及或居住台北市 且符合65岁以上长者 及55岁以上原住民 或中低收入户需要的听纯者 就可以到指定门市 领用助听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计划过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 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贩毒集团经常以包装精美的毒咖啡包 吸引年轻人适用 刑事局日前就在桃园一处民宅 查获毒咖啡包分装场 全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负姓祖贤等四个人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特勤队到桃园一处三层楼 透天措进行攻坚 顺利破获毒品分装场 并起初进3000包毒咖啡包 及大批毒品原料 果汁粉与封口机等分装工具 同时分批逮捕幕后首脑 父姓祖贤提供场地的秋姓共犯 及两名制毒师 其中父姓祖贤还曾受邀参加 年初引发争议的竹联邦名人会 旗袍辣妹春酒 全案从二月到四月 我们连续发动了三拨的行动 总计查获了四名犯协道案 其中父姓首脑祖贤 更在今年的三月间 曾经去参加竹联邦在万豪酒店 所注卖的春酒 整个案件我们搜索 查扣到了2894包的毒品咖啡包 还有四甲记甲机卡系统 相关的毒品以外 两部的分装机 以及15包的果汁粉 以及相关的制毒工具 新市局方面调查发现 这个贩毒集团将毒品分装厂 设于民宅 贩毒据点遍布北台湾 更用意大利时尚品牌 与中国知名饮料外包装 制作毒咖啡包 以吸引年轻人使用 整个调查发现 这个犯罪集团是非常狡猾 他们利用意大利时尚品品 Mostrino 以及大陆知名饮品 加多宝作为外包装 来进行行销 吸引年轻人使用 建议谋取不法暴力 本局在此正中呼吁 这个混合型的毒品咖啡包 它的加成效果是很难预料的 除了会严重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外 甚至严重的会导致死亡 警方已将四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其中复姓祖贤及秋姓共犯被裁定积压禁件 刑事局方面表示 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流向与其他共犯 同时提醒民众 对于来路不明的咖啡包或饮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饮用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根据卫福部统计 自杀已经成为青少年第二大死因 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2023世界自杀防治日记者会上 以自己跟儿子聊天的经验 建议家长应该成为倾听者 也与网红明明就现场对谈活动中 呼吁民众共同守护生命 最近有什么 不管课业还是同在街 有什么压力吗 这个刚刚不是什么 我会比较担心他要找我 有时候考不好 就是可能会被人反而念一下 主要是课业 网红兄弟明明就在街头采访中 发现青少年的烦恼相当多元 课业 亲情 友情 爱情还有外表等 这些往往会进一步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 严重时甚至采取自我伤害的做法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 在与网红直播对谈中 就以自己与大儿子的聊天经验 建议家长应该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陪伴青少年走出低潮 他可能有很多事情都在心里 但是可能青少女朋友 不太愿意跟爸爸慢慢沟通 或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他反而比较愿意跟他的死党 他的好友 但我觉得我会试着去听 不要一开始太快的下一个评论 或是说他这个不对 这个错 我觉得倾听者的角色很好 然后再慢慢的试时做一些回应 在Q&A过程中回答 小朋友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以校园访问起家 成为许多青少年咨询对象的网红兄弟 也分享自己摆脱难过低潮的秘诀 这个时候我自己都会强迫自己做一件事 就是抽离这个难过的环境 强迫自己抽离出来 假装笑 笑久了就忘记了 因为其实都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 而五月天不是有首歌吗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不管怎么样 你的生活一定会有人 但是首先你要先爱你自己 脱离那个低潮的情绪 接下来才有力量可以往上走 小婉表示 北市府8月起推出心理健康咨询方案 提供15岁到30岁市民 每能三次免费咨询服务 还不满一个月就已经超过预定额度 因此特别喊话中央 希望支持北市府 帮助更多需要心理智商的民众 从81号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在台北市 已经超过我们的需求量 我们预期的需求量已经超出了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积极地在跟中央 持续申请更多的补助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中央 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 青少年朋友心理健康的面积 蒋万安还与网红兄弟 玩起金鱼相谈室 赖线上互动游戏 北市府方面期盼 青少年透过与游戏中 海底生物的巧妙互动 学习帮助自己 及面对他能关怀的抒压技巧 另外截日期到9月23号 在四站大楼二楼亲子剧场前 也将举办为期近一个月的 实境体验活动 邀请青少年朋友与家长及老师们 一起来体验 解开青少年心中的密室 拯救未来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和交通部 台湾铁路管理局合作 让熊站纪念品在全台五间台铁梦工厂上架贩售 散播可爱魅力 而熊站也特别化身为台铁便当店长 帮忙销售新品小卷便当 台铁吉祥物铁路送上最新品小卷便当给熊站 让熊站兴高采烈 也回送自己的娃娃纪念品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和交通部 台湾铁路管理局合作 让熊站纪念品在全台五间台铁梦工厂上架贩售 散播可爱魅力 那你今天有很期待来看熊站吗 有 那你为什么喜欢熊站 可爱 因为从世大运最后一天 8月31号有一个英雄世大运大游行 然后经过我们公司门口 然后就觉得这只熊怎么那么可爱 然后从此就喜欢上它了 只要看到它的活动都会跟着去这样 有空的话 像昨天介绍中山站的地下街 因为是里长婆出来带大家 然后突然发现 原来除了以前我们都逛中山地下街 上面的赤峰街巷弄里面有很多小店 真的很棒 所以就觉得说下次有空的时候 还要再走过去逛一下这样 然后就是会有跟他一起互动的机会 就更多了 因为以前都站在高高的台上 有时候大活动 对 熊站他从世大运开始 他就在台北市的很多角落 传播欢乐 那到现在粉丝也有将近20万 那今年其实也是刚好大家都知道 疫情三年 有很多不管是在观光或者是商圈经济 都有受了一些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我们就认为说 其实熊站不要只是做见面会而已 而是用把他这一二十万的熊粉能够带到台北的各个商圈 东西南北各个商圈 以他实际行动去逛商圈去拼经济 那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熊站自己在生日里面也过了非常不一样的生日 因为他也玩了一些电玩 在台北地下街的电玩 或者是皮影戏 我们传统的 或者是现在的街舞这些部分 那所以其实我想他的八岁生日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义 那在熊粉 也有一些全程参加的熊粉 他们是趴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那难免就说好像会离请意义 或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跟台铁合作 熊站的一些商品 他能够在台铁的五个梦工厂 也就是说就像有点把爱传出去的概念 那我觉得熊站八岁后 然后熊粉们也看到他走了这么多商圈 了解台北的美好 那我想明年的见面 一定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因为我喜欢他 娃娃 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出国的时候 我可以带着他 到我们那个熊站的热气球 一起去拼外交 做国民外交 对吧 有他在就感觉好像在身边一样 对对 把活力带出去啊 带棒了 那熊站你要不要自己选一个 你觉得最喜欢的东西是哪一个 挑挑 来挑挑看 碗吗 就要吃饭 现在中午 中午时间就要吃饭 你确定是碗还是碗里面的食物 碗里面的食物吧 好 熊站也特别化身一日台铁便当店长 帮忙销售新品小卷便当 现场集满粉丝强卖与拍照 带动人潮与前潮 熊熊联手初级要来抢供商机 首先我们非常开心 今天熊站 来到我们台铁局 我们的末工厂 来过生日 那今天我们配合熊站的这个活动 我们特别推出 我们最近还蛮夯的 我们的小卷便当 那这个便当其实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我们便当节推出 结果卖得很好 那每天早上都有粉丝会来排队购买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把这个便当 献给我们的熊站 是最适当的 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 那为了这个活动 今天我们另外还有多项 我们台铁商品的一个优惠特卖 那也欢迎各位熊站迷 我们这个便当的便当控 能够今天 能到我们台铁的末工厂 各个实体店来做参观 来做选购 不管是铁乳汉纳 或者我们的熊站 甚至搞不好交通部的欧雄 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常常熊熊见面 然后能够带来很多欢乐 所以我觉得各有美感 对不对 然后他们你们看三个人在 三只熊在一起就是那么欢乐 所以就是广交友 跟观光一样 就是广交友 然后让这个更蓬勃 熊站在台北车站 还特别邀请贵宾 与现场朋友一同跳主题舞 加上庆身巧段 借着活动圈粉 带动熊站纪念品的销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又有人以博弈竞技协会 做幌子掩护非法赌博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货报 发现辖区一家博弈竞技协会 涉嫌透过网路招揽会员 实际经营德州普克职业赌场 出动大批警力 逮捕林姓负责人等总共25个人 警方进入搜查 核林现场人员不准动 这处位于松龙路 一栋商办大楼的职业赌场 以博弈竞技协会为名义 合法掩护非法 实际上却是经营 德州普克职业赌场 警方当场逮捕林姓负责人 核官会计及赌客共计25人 并查获赌资 点钞机及筹码等证物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个赌博集团在网络招揽赌客后 在现场以筹码1比1 兑换现金方式赌博 离场前 赌客再以汇款转账方式结算 为了躲避查器 现场还装设多支监视器监控出入口动态 以设立博异竞技协会为名 于申请地点 摆设德州普克赌桌 经网络招揽会员 于现场以筹码赌博财物 经多日探访收证后 以本月12日2020时 持收手票进入查器 当场查获林姓现场负责人 及工作人员2名 核官5名 会计1名 及赌客16人 合计25人 现场查扣抽头金3万余元 筹码8800余万元 账簿点钞机 监视器 扑克牌等犯罪证物 经查该赌场系以1比1 兑换现金 离场前赌客需 汇款转账结账 警方已经将负责人 与现场工作人员 以违反赌博罪 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赌客部分 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 警方强调 许多非法赌场 都以申请成立协会方式 假借比赛或训练等名义 规避查器 警方将持续强力执行 扫荡赌博工作 避免民众因沉迷赌博 导致请家荡产 甚至衍生出暴力讨债 等重大犯罪发生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一起游大同活动 带领失智者及家属 走访新文化运动馆 进行古迹导览 建筑工作坊活动 并且鼓励失智者和家属 走出家门 走入人群 参加社区活动 失智者在家属和志工的 陪同下来到 市定三级古迹 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在解说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馆内全台唯一 仅存的善行居留所 并且了解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 活动还安排纸粘图手作 让失智长者除了动动脑 也可以动动手 认识场馆的建筑特色 今天我们很开心 可以带长辈来参观 我们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那这个馆的话 它是1933年成立的 台北北警察署 那是我们台北市的市定古迹 那这个以前的话 很多地方的长辈都只有一个印象 就是警察局来报案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 然后纪念的话 是从纪念是蒋渭水 他们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对抗一个政府的一个纪念的活动 那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故事啊 还有一些我们警察局留下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拘留所 那这个拘留所 其实大家很难得可以看到 完整的这个扇形的拘留所 因为其他的部分 大部分都没开放 那我们是属于保留的很完整 然后大家也可以进去参观 也等于是见证当年这个台湾监狱啊 或是说警政发展的一个历史这样子 那我们这部分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现场的志工老师 您都可以跟陪伴的人 都可以跟他提说您的需求 譬如说您希望他讲哪一方面比较多 或是讲的用词稍微简单一点 那其实我们这边的老师们都很愿意配合 你希望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说 不同年龄层或是不同状况的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都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验 然后来参观这个谷基 然后感受这个谷基保存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 那我们为了鼓励失智者跟家属 然后参与社区活动 所以我们今年度建议服务中心 有邀请我们辖区七家的谷基 加入失智友善组织 来共同办理我们这个一起游大同 谷基巡礼活动 那我们希望连结这些社区单位 然后提供友善的服务跟活动 然后来营造我们失智友善的环境跟网络 让家属可以跟失智者更愿意走出户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一起游大同的活动 今年总共有办理六场的谷基巡礼跟体验活动 那今天我们是跟新文化运动馆结合 那这个活动我们有馆内的导览 还有手作我们的指年图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接触活动 让那个失智者他们可以延缓失能 那家属也可以透过陪伴那个失智者来参加活动 那有进行就是可以有一个喘息的一个时间 参与活动的长者尽管有些坐着轮椅 或是行动不方便需要人参服 但参观博物馆对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体验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透过举办活动希望帮助失智者保持社交联系 减少孤独感 同时提供认知刺激 维持大脑活药 也能减轻照顾者的压力 一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做失智症的一个宣导 那透过这样子长期间的一个宣导 其实社区民众都了解 其实失智症它是一种 应该是说一个老化的过程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 其实民众已经比较能够接纳 就是失智症患者的一些就是状况 对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场馆在做失智友善的一个服务方面 他们可以去做人员的一个训练 他们才会知道说 失智长者可能会有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那透过一些友善的服务 让长者他们还有家属 可以愿意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在人口老化失智问题日益严重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透过医疗与文化的跨界合作 让医疗走入社区走入生活 并且创造参与感的环境 让失智者能够走进社区 进行社交互动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的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为了配合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专案 光阳集团特别在东信路设置一个旗舰店 可以提供专案所需要的服务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来这里说明专案的最新进度 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光阳电动机车新开设的服务据点 来了解一下目前店里面展示的电动机车 这两款电动机车都是未来要配合青年工艺电动机车的专案车辆 相当吸睛 市长也向媒体说明目前最新进度 我们主要的基隆青年免费电动机车也是跟他们合作 所以我们也拖沓了在这边要来协助处理未来的相关车辆的申请 那也做一些机车的展示 那当然我们也会规划在人潮地点 做一个综合的青年工艺免费电动机车的一个展示区 那我们这部分都在紧锣密鼓的规划当中 那有确定的地点就会马上跟大家宣布 另外我们跟包括中华汽车跟光阳汽车的这些伙伴们 我们也每个礼拜都在开会讨论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未来如果很多年轻朋友来申请不只是车的问题 主要还是有电的问题 那这一方面也感谢台电在这方面都有给我们协助 现在都积极在申请这个充电站 然后在部件换电柜跟充电桩这两个机制 我们都在进行当中 那时程方面现在也是规划原则上 从这个中低收入户的青年朋友到其他的青年朋友 我们9月下旬开始陆续要申请 我们目标还是在10月底陆续的开始能够把第一批的车能够交出来 那他都可以看到他有两款i1跟这个S6 那他们的月费从几百块到一千块左右 那我鼓励青年朋友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是自己长期又希望月费便宜一点 那目前是有599元的月费可供选择 那当然这是绑约的 就好像跟市政府有绑公益约一样 就是在他两台里面我个人会推荐 如果我们的青年朋友是比较常自己骑的话 我会建议骑i1 因为i1的月费也比较有超值 那你可以说一下i1的 他也都白牌不是绿牌 那也可以说一下i1的性能跟i1的月费吗 是是是 这个i1都会版也是我们目前畅销机种之一 那他因为他的那个车重也轻 那速度也快 大概也可以到74公里 那他配备一颗电池 续航力大概也有七八十公里 如果说我们正常骑程的话 那当然工业局测出来的速度 是30公里的速度下去骑 会更远一点 那就全靠大家的骑程习惯下去看 那我们这台的月租费是599 每个月599 榜约榜5年60个月 那对青年朋友应该是很低的一个负担 你榜5年其实刚好 因为我也是榜5年 大家还记得吗 我是榜5年 每年这个四个小时 那过去曾经大家以为讨论说 是不是要做完5年才有没有 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 是拿车是可以马上拿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公益是能够做5年 那他们刚好榜月费榜5年 所以我们刚好的公益的责任期就是5年 有这台 我觉得这台还不错 今年朋友如果每个月想省个几百块 其实500多块其实就这么好 是的 那当然未来我们还是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够纳入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案可以做得更好 这毕竟第一年嘛 那我们继续努力 可是我相信 就像这个优先进入市场 就一定会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这一次光阳跟中华汽车决定进入这个市场 那我相信他们有做了一个睿智的选择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感谢市府议会各单位 政府民间各方面共同配合 一起来推动这个青年公益专案 未来也会持续的修正 造福市民 营造基隆公益友爱的优良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配合基隆市政府公告的公益青年就业 电动机车专案车款 光阳电动机车特别在基隆开设电动机车旗舰店 将做好后续的赏车跟交车等各项服务 画面上是新开幕的光阳电动机车旗舰店 配合市政府已经宣布的青年电动机车的专案车款 光阳的两款电动机车都在现场展示 业者表示将以这个新据点来提供后续的各项服务 年底前也将持续增加换电站 这个是我们Ionets在基隆成立的一个 正式的我们的一个经销通路 那也配合刚好基隆市这个年轻青年公益专案 那可以搭配着就是让市民年轻朋友 可以来这边赏车购车 然后到最后的交车整个程序都可以在这边完成 那也包括我们整个换电服务啊 整个维修系统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另外还有另外四家特约服务站 然后包括现有24个能源站 都可以提供市民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 原本我们在基隆就已经有24个正在运营中的换电站 那遍布大街小巷 我们叫做一个便利换电站 那针对这个基隆工益的一个青年专案呢 我们预估这个车辆的成长 我们会再陆续再把换电站继续建设 那今年年底至少可以建到七八十站 目前有24站 所以一定是可以完整的服务这个年轻朋友的一个需求 而针对议会相当关心的新旧机车的衔接问题 市长谢果良也在现场跟业者进行讨论 因为他的旧车还在骑嘛 那旧车的话就是说 等我们车子的一些相关程序都办好的时候 当年轻人来这边要坐交车的时候 他再把旧车骑过来 等于是旧车要领 就是先申请嘛 然后先包括那个旧车哪一台 我们要交换的时候也型号 车号也都记录好 他就骑旧车来 然后那一天就可以换新车 因为他如果我们车一些相关程序 他中间会有一个空缴 这也感谢议会都有给我们很好的一些过程 就是说这年间如果中间没有车走开 这是议会功能 对我们也谢谢 那段时间他有车可以骑 那一旦车子搞定了 我们车子让门市去处理后面的一个程序 那新车他就可以骑回家 对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交接中间不会有漏石 不会不会有漏石 他还是有车子可以骑 光阳电动机车业者表示 基隆市政府大力推动绿能 与企业的品牌形象相辅相成 他们会尽力协助来一起推动 这项青年电动机车专案的各项服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总统大选越来越激烈 基隆市信赖台湾运输业后援会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热闹成立 500多人齐聚要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在前民进党主席佐龙泰授旗下 现场超过500位运输业代表 高海2024团结一致 力挺赖青德进总统府 即渔业后援会 台船基隆厂企业工会 及青商会后援会后 基隆市信赖台湾运输业后援会 接棒成立 佐龙泰强调 这场后援会非常特别 因为运输业有如台湾产业的协议 希望运输业后援会 能够成为民主的机动部队 协助完成2024总统胜选 国会过半的选举总目标 这在全国各地的后援会的 种类来讲是相当特殊的 我也希望它成为一个 民主的机动部队 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 对于赖青德副总统 在明年的选举 需要的各种养分 输送到各地去 来完成我们2024 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 最终的选举总目标 同志委强调 这也是基隆市第一次 由货运货柜及汽修等 从业人员组成的后援会 非常振奋人心 希望把继承劳工整合 支持真正认同台湾 守护民主自由的 总统参选人赖青德 与立法院参选人郑文庭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 运输工会各界的大佬 来成立这个我们第一场的 这个运输业的后援会 那我想这也是基隆的第一次 我们整合了相关的货柜 货运 汽修等等的相关理事长 动员我们所有在基隆 非常重要的这个运输业的 老公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支持赖青德 总统候选人 以及郑文庭立委候选人 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振奋 人心的事情 民进党立法院参选周文庭 也特别强调 疫情期间 运输业将民生物资 运送给需要的民众 协助防疫相当辛苦 也感谢他们成立后援会支持 非常多的运输业 他们不为疫情的严峻 那协助把许多生活上的一些物资 来做一个移动 其实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们离家 跟自己的七小分开 就为了要让我们的民众 能够充实他们 每天必须的生活物资 这个是非常令人感佩的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运输业的同仁 在今天站出来 力挺赖青德 力挺正文庭 针对赖的万里老家 被指为违剑 曾经造访过的 卓龙泰与童子委都觉得 选举时炒作这个话题 非常不厚道 那我去的时候 一个特别的印象 就是他的左邻右舍 还是新北市政府用他的送餐车 爱心餐送到午餐给左邻右舍的一些长辈用餐 所以那个是急需大家用一种关爱眼神去看的地方 我也希望社会上的温暖 不要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让他忽视 民国六十年以前就存在 而且赖富的老家六十年也就拿到了门牌 那在北部区域计划整合之前 就已经都整排公僚都在那里 那我想在选举的期间 特别把这个出生长大的地方 来拿出来讨论 我想这不是一个非常厚道的时刻 而且那并不是什么一个 那完全就是一个老家 那我自己也常常回去 我每年清明节都回去扫墓 都是我负责 那我想我们附近都住得非常多的亲戚朋友 现在还是从事务农业的 都是一个非常纯朴 务实的好朋友们 亲戚朋友们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应该在选举期间 特别拿出来讨论 不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事情 同志会表示 接下来信赖台湾 在基隆市各行政区 将由各党籍市议员成立区域后援会 迎接最后压轴 赖清德 郑文庭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导 台六十二线快速道路 二点六公里处 十号晚上突然发生 八部车辆的事故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 发现竟然是大型的连接车 或是货车底盘的铁制部件掉落路面 造成意外事故 幸好没有造成伤亡 警方正在调阅监视器 企图找出造势车辆 台六十二快速道路 西向二点六公里处 车辆仪式因为路灯不亮 视线不佳 导致车辆纷纷压过 掉落在地上的铁制品 造成车辆爆胎 到漏洞里 到漏洞里就好了 颏色都没看到 晚上都没看到 看到没有 因为现在有电灰这里扛到 之前,那一台都三台 不,哪,哪 没有,全部都是 你如果看到只有那一台 不是,其他全部都是啊 而收莱车辆不止一辆 总计有8台车辆爆胎 只能停在路间 等待拖掉车前来救援 台62快速道路西向2.6公里处 昨晚8点左右 8部车辆行矜持路段 车子掌握不明物体 造成车胎炮胎无法行驶 索性警方及时抵达现场协助处理 无人云伤亡 造势车辆警方课证调跃监视器追查中 索性案发时间并非监峰时段 才没有造成车辆回堵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峰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大家请大家请大家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1.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册罚更大哦 2.呼气酒册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册在犯 照示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人 内政部警政署欢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五 未完成